这个菜没法说 能做成这种味道 饼盖碗 随便探 真假立宪 某书的陀螺大户 点评网的碧尸网 贵阳素厨餐厅 撒人348块8 酸汤 五花牛腩 59 牛肉它这是一个白水煮牛肉 整体酸汤的味儿太大了 里边所有的原料都没有酸汤的味道 白水煮的牛肉也没有底烤 豆花也没有底烤 最多的感觉就是酸汤堆就堆太多了 这个太一般 鱼香肉丝半大葱49 这个名字朋友可以听说 特别小的酸甜味 咸味比较突出 这个葱切的差点意思 走不辣 这个吃会把葱包下来 把它一卷 卷完以后切的丝 你看葱就切成这种程度了 隔嘴里嚼不烂 特别这个季节 葱皮肯定很老 这个 之前听说过 贵州的鱼香和传动 川菜的鱼香是有点区别 但是它这个做的真一般 从外面来讲 它整体的复合味也不够 只有一个咸味和假面生葱味 这个根本就不像三种的 碎 这叫肉碎 说实话 49 按贵样的物价来讲 这也不算便宜 这个菜一般 太一般了 大方辣椒炒半斤 49 这个还是非常有贵养特色的 做的也是很贵州的火味 胡辣 咸香 半斤 特别的软嫩 辣椒也特别香 这个辣椒就像大方辣椒 是本一个地面 断一个土特产 炒得非常的复合 这个菜就怕对比 经过前两个尝试 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吃了 安顺卷粉回锅肉 46 肉片很干 一点味都没有 这不对啊 这咱们点的都是从没推荐的菜来点的 哎呀 是我舌头的问题吗 看来我没有问题 就是没味 也没有香味 也没有咸味 有一点豆豉味 相当的淡了 哎呀 这个菜没法说 这饼干嘛 能做成这种味道 是属于笋子鸡 鸡毛刘给你吃了 我不吃了 它这个汁里边还有一种特别重的苦味 糊辣椒 糊辣椒的 它是真把辣椒炒糊了 苦味还重 哎呀 这没法说 没法说 而且加了三块 有两块都带鸡毛 想加都不敢加了 菜做的怎么样 咱先不说 因为食材处理 真得注意了 好 我们做个总结 就是我三人吃了348块8 毛疏的头流大货 上面一搜贵州美食 肯定能分到参加 今天这顿饭 只能说没对的去我的期待 这顿饭虽然吃的不开心 但是也算可以带家伙排来了 朋友 你们吃着感觉好吃吗 要不说实话吗 肯定要说实话 外面来讲 这些菜不是这么好的东西 我现在不认识了 太多年了 这种家伙历了 城市参加都不含了 被人家众 天下宁